现在刚刚又来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原始森林里面 我第一次摘到这个叫wood blade 看看是不是先 应该就是了 但是我第一次摘这个这么大的 所以不太肯定 现在回家再查查他的身份 查查他的ID 闻一闻他的味道 因为刚才闻得太多 这些butter mushroom buttercup mushroom 太重了 所以现在不太闻得到 不是太重的味道 但我觉得最近 Facebook上面的朋友 很多都找到这种蘑菇 我现在都找到他 我会回去看看他 这个国家森林公园 真是一个宝藏 每次来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惊喜 看下 很漂亮的蘑菇 我今天还炸了一些buttercup 因为他小时候 这种叫buttercup 黑色一些 他带了之后就是这样的 这种是同一类的 那个筋有点红 下面 这种有点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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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大 我觉得它的品种有点不同 因为它的根红色 它的顶 比较大 你看看 相对这个成熟 普通我们找到的时候 是这种 大概是7cm直径 那种 它小时候是这么深黑色 这个大概有 差不多接近10cm的直径 那种也是一样 但是它的 定是深色一点的 你看看 相对比这个是深色一点的 所以我这个是不肯定的 这个肯定是buttercup 这些 我会回去查一下它的名字 是不肯定它 是不是同一类 或者是不同的 因为它的这个stem 是深红色 这个比较 黄色 米色一点的 它的菇是否一样呢 我看一下 相对比 类似的 都是不整齐的 你看看 它这个 小时候 未开花的时候 是这么大 是这样的 相对比 这个 buttercup 的颜色是相差很远 而且它是大很多 它的尺寸 所以这个 我们要回去查一下 它的身份 我今天是不会拿回去吃的 因为这个 我吃过它 很香 但是没有什么质感 那这个呢 wood blade 我最近在Facebook 看到很多我们的蘑菇群组 有很多小朋友 找到 那 我会回去查查它的 这个 顺便也拍一下 因为这棵树之前 我们是找到很多 honey fungi 那里还有两只 我想都是wood blade 那里有两只 那今天呢 我找到一种新的蘑菇 我就不知道它的身份 那我现在回家 就会查一查它 最近比较多这种 那就摘了 几个 三个 birch tongue 就是我们 北方人叫的百灵芝 这个可以 用来浸酒 或者是 沖茶喝 他们民间叫的百灵芝 只摘了三个 这个 新鲜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顺便就拍下 旁边有少少 其他不同品种的 这个叫 dead man's finger 这些不能吃的 看样子都这么恐怖 对不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叫做 枝架的 我忘记它的英文名了 好 走回来这里 就是这样一个 这么小的范围里面 我们 就有四五种蘑菇 所以 有些 好的树林里面 会有很多 你看这个 多小 这么小的 我这个 哦 这里有几个turkis tail 好大 好漂亮 大家看看 这个应该是turkis tail 哦 不是的 这个是另外一种 这种叫另外一个名字 你看看它有什么不同 上面其实很像turkis tail 但一看到底 是黑色的 如果turkis tail是白色的 所以这些是不能吃的 它很像的 但它新鲜的时候是黄色的 turkis tail 比较有不同的颜色 偏蓝 少少橙 混合在一起 这个呢 新鲜的时候是黄色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我都介绍过这个 你看看 就看这个小小的 大概几平方米的地方 看看这个是不是 这个很硬 不是 那我今天第一次 发现这种蘑菇 这个不是很浓 但是很漂亮 它这种蘑菇是很漂亮的 我会再去找一下 好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